電影網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妍希 能跟李連傑大哥合作 當然是非常開心 就是就是 是李連傑 就是長小就看了很多很多 他非常多非常多很經典的電影 比如像是 黃飛鴻啊 方施宇啊 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歡他演的方施宇 就是有一度非常的著迷 就是很喜歡他那種 有點憨憨的 其實也有帶一點點喜劇色彩在裡面 可是又是很 我覺得其實是還蠻浪漫的一個愛情故事 然後 跟李連傑大哥合作 其實一開始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就是在行邊一直不停的偷瞄他 就覺得很興奮 可以跟心目中的偶像合作 然後一開始就其實看他跟文章互動 然後 其實他們兩個互動就還蠻輕鬆的 看他們兩個 然後慢慢慢慢的 就是因為跟他們其實是對戲對最多的 然後過沒有很久的李連傑大哥 其實是個 是一下是個還蠻愛開玩笑的人 就會開始 比如我們吃飯的時候 就會開始講他以前一些 片長有趣的一些事情給我們聽 然後就是還蠻像個大小孩的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精力好像活力都非常旺盛的一個人 然後也很愛開玩笑 所以跟我其實印象中 黃飛鴻的反差還蠻大的 可是我覺得 現實中的他更可愛 文章 從宣傳開始 他就不停的在回過名譽 不停的在說我跟沈嘉義有多麼多麼的不同 這些 有部分是真的啦 怎麼說呢 文章是我很喜歡的演員 我從奔斗一開始 我覺得我看 那是我第一部看完的內地的戲吧 然後我那時候看他演得像男 我就覺得演得非常非常的出彩 後來又看到他跟李連傑大哥演得海洋天堂 覺得這兩個人對戲真是真情流無倫 他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是我非常想要合作的男演員了 然後真的到《不二神攤》裡面合作 就發覺就是 失戀33天的王小金真是名不虛傳 嘴巴真是 挺厲害的 那一場戲 那場戲是我不由自主被他非常性感的所吸引 就是那場戲其實他一開始 他的出場戲嘛 就是他一進來就很像那個 那個眉杜莎那個頭上都是蛇的那個女生 然後所有男生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住 被他震住了這樣子 那其實原本一開始劇本裡面的設定是 我看到他我要先罵他的 可是我就覺得其實女孩子也是會被女孩子所吸引的 所以我就 我自己就加了一個就是 我看到他的胸也愣住了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那是一個很 很搞笑的一個女生的心態 我覺得就是我那時候就是看到他就是非常性感 然後還自己拿文件夾把自己的胸不捂住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攝影師都笑了手都在抖了 我就覺得這個好 就是大家會覺得這樣是好笑的 結果後來就把他加進去 這部戲 對是我第一次掉槓死的 真怕啊 真的挺怕的 就是因為原本其實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句高證的 可是當你被掉到30層樓高的時候 然後往下看就是 你覺得摔下去就是斷肢手或斷肢腿的時候 你就有句高證 尤其是我那個場景我又不只是往上拉 我還要有一個下墜的動作 等於是你整天要躺在上面要有一個平衡的動作 其實還我覺得還蠻困難的 對其實當然可能對常吊高絲的人 沒有什麼太大了不起的地方 可是因為我是第一次嘛 就覺得特別的恐懼 然後對就反正就叫聲非常的淒厲這樣子 所以大家在電影裡面聽到我的叫聲 就是全是來自於真心的 其實武俠片我倒真的還蠻有興趣的 就是一些古裝的一些裝扮 覺得尤其是金庸的片 因為我是非常忠實金庸的書迷 所以如果有機會演到金庸寫的作品裡面的角色 我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您可能會選東方不敗的人嗎 我應該不會選東方不敗 因為我很喜歡 我最喜歡金庸寫的角色其實是黃蓉 就是《色雕雄傳》我那本書 我大概看了十遍以上 我覺得黃蓉是個個性非常鮮明的女孩子 就是敢愛敢恨 然後而且她的整個角色是非常的有變化的 有轉折的 從一開始一個非常刁蠻的錢金 然後到後面認識了郭靖這個非常大字若語的男生 而且她是書中少有是一個 不是喜歡那種聰明的帥哥 而是喜歡一個憨憨的一個正直的好人的那種 我覺得那樣的愛情是很可愛的 我喜歡有幽默感的人 或者是聰明的靈活的人 可是我覺得聰明的人 不代表說他們不能有憨憨的那種氣質 其實我覺得我認識蠻多 我所謂的聰明是 其實只要你有好的思考邏輯 有好的反應能力我覺得就OK了 可是我覺得那種憨憨的可愛是一種對於正直吧 對於一個對的態度非常堅持的那種態度 我覺得要是人是有那種的憨厚 我覺得是當然是非常好 韋伯其實是很好的朋友啦 他真的其實他也 他憨嗎 他其實對工作那種非常執著 認真努力的態度也是 也是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 怎麼說 我覺得《不會生蛋》就是一部喜劇 那喜劇就是希望就是帶給觀眾歡樂嘛 我曾經聽到有一個朋友講過一個比喻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一間就是賣鍋貼的店 然後你就不停的抱怨為什麼這邊的餃子都是用煎的 就是他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就是一個喜劇片 大家進去就是圖個開心圖個快樂嘛 那我覺得就是現在學生們都放假了 那進去電影院開開心的笑一笑出來也挺好的 就是你去看喜劇片 你還是就非常期待還有很多的 你期待什麼 那種很深的深度會很掙扎的情緒嗎 也不是嘛 我覺得這部片對我來說 他就是個很快樂的片 那我覺得我也認真的覺得他是個很搞笑 會讓人開心的片 我覺得 這個簡單的電影嗎 沒關係沒關係我可以講 我覺得身為一個歌手 就是我其實這麼多年我一直以來都是在為了演員這個工作努力 當歌手雖然說是我非常多年的夢想 可是在這一塊 我畢竟還是很新很新 我就是一切歸零了 我就是很新很新的新人 那所有的一切我都在努力的學習當中 就是可能之前演唱的經驗都是在KTV裡面 可是KTV面對著那個字幕唱 還有那個一點一點的人邊唱 在裡面覺得大家都覺得好聽 跟你真的站到一個舞台上 聽著專業的耳麥 然後跟著只有音樂的節奏長 就是其實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也是一次一次不停的在學習 不停的在進步 我覺得就是我喜歡唱歌 我很認真的說我喜歡唱歌 然後我也很認真的在做我的音樂 然後希望給大家帶來最好的作品 那我只能就是期許自己可以更努力 希望有更多練歌的時間 每次的演出都可以比上次更好 對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表現帶給大家